小姐 哥 谁啊 我啊 邱嫣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天爸 你爸呢 我爸他还没回来 他好像特别忙 要赶个东西 那我去找他吧 我今天晚上 请你爸喝喜酒的 干爸 你没看到门口 贴个纸吗 大爷 等一下 是邱主任 这么晚怎么还来了 没什么事 我想一个人走走 走走 那我把灯给你开开 好 在每一个四季海浪都向往着陆停 我相望着你 我相望着你 我中和希望随时光倾覆你脸庞 还有心中的爱了 我又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 晴天最 年轻世 向后避興 小凉无一 田野中央 守何淡淡 一包下面 快来 快来 快去 这这这 妈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 妈妈以为吃错药了 结果一检查呢 没吃错 就为这个做这么多菜 主要是呢 你说最近 工作努力 成绩斐然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 庆祝一下 今天你妈妈不能喝酒 你敢不敢陪叔叔喝一杯 爷爷他真敢喝 喝吧 那我自己来 喝汤 儿子 喝汤 爸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我们需要来一点猪油脂 同学 老师 要想住酒瓷 你认真一点好不好 我们家 天丁精彩 我祝愿 从今天开始 我们家 幸福美满 平平安安 妈 您什么是天丁 天丁就是 天丁就是 叔叔今天多做了两个菜 但我们天天都天丁 这个叔叔受不了 吃饭 我 爸 您还没睡呢 好 爸 你怎么一口都没吃啊 爸现在吃不下 爸 你又肚子疼了 你别血了 爷 妈没事了 爸 爸这两天一直忙的事情 马上就要有成果了 所以今天晚上必须写出来 你老必须 一时是不是让你多休息 我去把饭给你热一热 好了 燕燕 咱们俩好像很久 没有在一起聊天了嘛 告诉爸爸 想不想妈妈 不想 不想 燕燕撒谎 亲妈妈怎么能不想啊 你小的时候她总抱着你 有给你换尿布 有给你喂奶 哪有孩子不想妈妈的 她不要我们 相信爸爸 她一定会回来找燕燕的 真的 真的 我说 她那是 她的 主持人 有 我对你 你 你要记住爸爸的话 一天 他已经上了 他不在乎 接近老片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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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玉川 玉川 这不是陈娇和吗 我来找邱主任来了 他当辞职没跟你说 爸 他俩可高兴了 做好多菜 我叔叔 不让我妈以后再进厨房 厨房那是他全包了 你妈不是生病了吧 不太笑 他说他差点吃错药 他一定到底是什么药 我听我爸讲过 可是半年的吉利花 好像不是 我想起来了 就是谁家媳妇怀了孩子 嫩妮家里多一口人 哎 吃吧 哎 哎 儿子 你跟妈妈说说 我哪里得罪你啊 啊 我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怕是你在学校受什么委屈了 你说话呀 我在跟你讲话你听见没有 小旭 放学回家又不说话 吃饭也不说话 我跟她讲什么 都像没听见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熱不熱 哎 你不要逼我跟你生气啊 你到底怎么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有件事情我明白 就只能是两个男人之间来沟通 对吧 所以你可以跟我说的对吧 来 跟我搭一搭 怎么了 啊 蛇羽庄家 蛇羽庄家 几十年前 广东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塑 是 这字不念笑吗 跑 跑 跑 你再跑一个 谁让你跑了 都不着急 我跟你巧姑娘都讲好了啊 你到了商场 什么活你都不要做 你来坐着 好吧 老伯爷呀 回事 有那么娇气吗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手 小钟 我觉得王氏好像知道了 是他的事 还是要跟他讲讲道理 这孩子心态重了 我怕他要想不明白的话 会出事 跟他讲道理没有用的 那做什么有用 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回到家里 就跟我们装哑吧 只能靠时间了 他逐一正着呢 只要我们真的能 一碗水端瓶 时间久了他就没事了 做不到 看许诺 对了 邱大哥那事说什么的都要 应该是 商城的一些商户 连名签了字 把他给告下来的 王八蛋 来 我还要再问几个呢 我请大家来就是请大家 跟我讲一句实话 没有人听得到的 你们怕什么呢 跟我讲讲清楚到底是谁 让你们签的这个字 有这么难吗 小姐 那个 江河跟大家都一个村了 这么多年了 他说话就不外的 来 喝口水 喝口水 你光在这儿弹齐有什么用呢 不是你们自己想一想 谁家的货 有我们家被抄得多呢 拍拍良心想一想 尤其晚上睡不着觉的 说你们拍拍良心想一想 说邱主任对我们 到底怎么样呢 非要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 非要看着眼前这点钱 以后怎么办呢 有那么一天如果说 真的到义屋 都没有人找我们做生意了 你们怎么办 哭都没有地方哭 叔 邱主任多好的人啊 忍心害他 你说诺大姐 他帮了你多少啊 是那慧玉镇的镇长 来找我们几个 被没收假货的商贩 说切了鸣 货就能退回来 我们就是 是啊 对 就是他 我们也是为了这笔货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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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吧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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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儿吃 一块儿吃 来来来 一块儿吃 咱们吧 一块儿吃 吃饱了 咱们好让马路对面告状 咱们好让马路对面 兄弟啊 这话怎么说啊 你不是要告邱英杰吗 你也想 我也写了一封联名信 船里有个几十个商户 我们把好多证据 都给抓到手上了 证据确凿 就是 说您的啊 这个 吃拿卡药的证据 都让我给咱下来了 我还叫警察了 你怎么贼喊着贼呢 我就不明白了啊 说邱英杰那么好的一个人 你都能找到他几条罪状 挺难的吧 但是我跟你讲实话 说找你的罪状 一如反掌 你都不知道当时报名的人 有多有用 站长 坐下 啊 啊 陈江河 你想跟我做交易啊 好 我平手 但你也别告我 问题是我要跟你做交易的话 肯定有点不划算 你看啊 这是我的脸明信 你看看我这上面 写了名字的人有多少 你再看看你那边 我今天来啊 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我这个人喜欢在明面上算账 不喜欢背后侠盗 你这边 抓紧吃吧 已经开门了 咱马路对面去 兄弟 兄弟 等到一个小娃娃来了之后 我们小叙就有办了啊 有了这个孩子以后 你跟小叙还 知道你要担心什么呢 我们今天八华讲在这里 我们今天八华讲在这里 这辈子就算他 都不跟我叫爸 我也会把他当成我 第一个今生的孩子 真的不认识 你不认识了谁啊 我会把你向后 你们开门 你怎么办 我把你担心了 你把你担心了 你担心了 你担心了 那你去把你担心了 人家被担心了 不准意吧 我被担心了 你担心了 我把你担心了 你担心了 手势跟我们家对着干上了 风姐说 有人卖跟他摊上一样的衣服 让我帮盯着点 我一看呢 就是卖假热水器那几个人 他们在哪儿 在那个解放路呢 静土叔 带我们去一趟 好 放心吧 大 刚才不是说要带你一起走吗 是 是这么说了 好的 好 anda 好 我可以 我先过去啊 大哥 什么样 来了 不不不 这是我侄女两口子 这家人他们有大买卖 行啊 就就是 我跟你说那个大狗兄弟 大狗 我们找了你好久 找得蛮辛苦的 找我 干什么呀 会干什么 能干什么呢 我 什么都不会啊 叔啊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 没那一百百 一百万的生意 一百五十万 要找一个踏实的人来做 踏实 他绝对地踏实 他不什么都不会做吗 我跟你讲过 我一个朋友很靠得住的 你就是不信 怎么很忙呢 大哥 大姐 谁啊 谁啊 好说啊 我实话跟你讲是这样的 我们呢之前有一批货 量很大 钱都给了 货被封了 现在没有办法向南边的兄弟来交代 好 是 你跟我讲你什么都不会做 我明白 其实可能你什么都会做 但是没关系 大家都是一个道上的朋友 我提醒你 最近风生锦 好自为之 注意安全 大哥 那事我还知道 被秋英杰查的吧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要找一个高人 帮我们做一批更香的 你听明白了 你们卖什么呀 五金首饰百货 会哪种啊 跟他呀 我问你呢 会会 他什么都会 都会 职业呀 看吧 反正 市场上流行卖什么 我们就能出什么 果就俩子 职业呢 好 前些天 有个 金珠 玉珠 什么的 日水期卖的火 我们找便宜货 随便插管子 照样能防 好手艺 手艺确实好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们家想要卖的东西吧 你有没有做过 做过吗 没有 能做吗 简单 要多少 五千间 三天只你做完 东西不难 时间有点矜 这样 我做 三块钱一件 我加班加点 三天后送货上门 但是 你们现在得把 一万五的全款给我 你三天后送货上门 我现在付你一万五的全款 为什么 万一你东西做出来不行呢 万一三天之后 你没有送货上门呢 我找谁去啊 大姐 你说怎么办 你先做几个出来 让我验验货啊 第一 制作过程不能让人看 第二 我马上换店了 什么转店 现在风声很紧的 我职业 真是老娘们啊 头发长 见识短 说谁呢 说你呢 你不知道 一人不用用人不移的道理吗 我只听说过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们没有跟他合作过 但是你叔跟他合作过 我有一百五十万的货 要交给他 一百五十万差这一万五 他耽误我时间呢 兄弟是这样的 生意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没有诚意的 我们第一次合作 你开这样的条件 我们怎么合作呢 大哥 你能这样好不好啊 你带着兄弟们 上我们的车 我在前面开 你们在后面坐 这样第一 我们看不到你的制作过程 第二 我们一直在流动 比你换地更安全 你要赶上车 这钱你现在就拿走 好 你不直接开过去 你在这儿绕什么呀 我得让他们坐会儿 你这人太坏了 哥 不带这么考验的呀 大哥 这干嘛呢 时间没到吧 到不到就这样吧 除了验货吧 走 走 喂 你说什么 造假那几个人抓着了 谁抓的 陈江河抓着的 这小子 这手衣还真没得跳 对 合照 我这几个人都得多了 这几个人特别让我差异 人家现在是四处流窜的 不光是做这个东西的 什么伙他们现在做什么的 真是高手啊 江辉 你想过没有 咱中国从来就不缺这种聪明人 民间有的是天才高手 这德国人呢 也不见得比咱聪明 可人家偏偏就是制造大国 差在哪儿 差在规矩 这些年我在外面见多了 没规矩的人是越聪明 越危险 没规矩的人 越聪明 越危险 今天这么早放学了 妈妈还是给你送好吃的 跟同学们一块儿吃呢 你是不是要跟妈妈抓哑巴 怎么了你到底 王雪 我跟你说话呢 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觉得 妈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说出来呀 你这样不理人算怎么回事呢 我那边看着她忙死了 我还想着给你送好吃的呢 你要知道妈妈 最喜欢的就是你 你为什么要跟妈妈这样呢 你给我过马路小心一点 我说了 你跟我说话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都堵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我读了你两个小时了 你抖谁也不会躲我呀 我去涂软查资料 我谁都不读 我发现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你是不是发烧了 病了 我最近赶东西熬一熬的吧 我可听说了 你干了一件大魁人心的事 可提你高兴 可以呀 能把造假犯的拉到工商所 这也就你们两口子干得出来 不 这个是我跟人家鱼竹学的 人家当年可是 把人犯子都能卖掉的 正好 你跟我去个地方吧 我没事跟你说 咱们那批货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也哪知道 我比你还着急呢 我那么多货压在那边呢 那钱都会把他拿到工商 那我们自己早说说呀 还给我们三分之一钱也可以啊 对呀 我是那么想 靳叔哥 你看 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呢 是是是 都散开散开 该干什么 走走走 那聚在这儿 来 靳叔哥 爸 我们那批货 什么时候还给我们 到底怎么处置啊 是是是 我们家的房子 想了什么呢 你们这时候给贼给偷了 给火烧了 怎么 货来的时候沉水底里了 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没有 那批货在政府大院放着呢 我们都看到了 是 我们都看到了 那把他给搬回来呀 夜里面再偷偷地把他偷回来 这两个也不敢了 那靳叔叔 我们得干多少天 卖多少货 才能把这损失补回来呀 是 就是了 就是了 你帮忙说说 那你们就这样瞎聊天 只有人家那个人在忙着 你们这样就能够钻牵了 你们这替谁打工去啊 老板忙 伙计嫌 晴晴姐 我来吧 没事啊 是 要不一会儿 我还有说我呢 你就安心养胎吧 定个活交给我 肚子孩子要紧 好 行吗呀 没问题 假证所碰见假医生 还吃这假药 我跟你说 玉珠真是因活得福啊 假这个事情 不要讲这个事情 太突然了 你 你比刚才那句话 说得没错啊 你说那越聪明的人 就会越危险 真是对的 关键是 怎么样能让他们 走上正路啊 其实这几天我挺感动的 净水叔能够主动站出来 还有那些乡情啊 还有些谈 能够主动配合我们清理市场 我觉得以后将来 是大有期望的 是 我听说 你们去朝那个站长啊 我 我叔给你添麻烦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我真的想不清楚这个事情 凭什么说 不干活的人没有事情 干了活的人 反而天天被查 凭什么呢 这事情我真想不清楚 我跟你讲 其实呢 这个组织上早就查过了 就说我没什么问题 我是因为个人原因吧 我才要求辞职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我 在忙一件 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嘛 完全就是时间太紧了 所以我想那些什么 公务上的事能免就免了吧 你放心吧 等我忙出来 我第一时间给你看 我 最近压力有点大 上次给你发脾气 是我不对啊 别这么说 哥 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 我已经遭了牵钱了 你看 不讲信用 人家是不会还你前提 不讲信用 是会有一堆人堵着你 跟你要债的 是很崩溃的 然后不讲信用 孩子都会没的 你得多吓人哪 这个事情 我跟玉珠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说这个 不管别人怎么样啊 坚守自己 蛮重要的啊 看一看 这块地方多漂亮啊 嗯 我相信什么都挡不住 新生命的到来 你信不信将来这块地方 能发生很多的奇迹 你跟你的孩子都能看见 嗯 你还记得 咱俩第一次见面吗 就是在那个去北京的火车上 我怎么不记得呢 那天 哎呀 我们那天聊了好多啊 好多事情我真是投资听说 那你跟我讲说 一屋的以外有中国 中国的以外有太平洋啊 我都不知道太平洋在哪儿 你还跟我讲说 说你这个鸡毛啊 一定要飞上天的 你然后还要飞过太平洋 哎呀我就在想 这个世界外面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一下子开了一扇窗 我跟你讲啊 哥 就是年轻了那个时候 有体力 有精神头啊 咱俩那时候觉都没有睡啊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每到一站我就跑 我记得东躲西藏呢 你有票我没票吗 你说是谁这样有票吗 我的天哪 这个东西你还留着呢 送给你了 你现在有票啊 你这辆列车不能停 得一直开下去 一站一站都过去 越远越好 越远越好 你看啊 我就说嘛 每次见着你之后 这个人啊 活的呀 就特别的带劲 人得带劲地活着 有票吗 陈江河有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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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吧 我不碰你了 你自己加行吗 小薰 自己加 好吗 你又怎么了 我们家怎么大小 两个哑巴呢 我今天去找那个 我大哥聊个如天 挺好的 还聊得挺兴奋的 他就是回来一琢磨吧 有点难受 哪儿难受啊 他把这个给我 这不就是一张车票吗 这是十几年前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的车票 嗯 先吃饭好不好 嗯 今天把大伙叫来呢 就是希望能够商讨出 一个解决的方案来 再也不能这么推脱下去了 商 无信不离嘛 一无能走到今天 靠的就是各路 大家的帮衬和扶持 一起挣钱嘛 如果说 商城的商户们的钱收不到 那他们就没办法 进更好的货给你们 邱主任啊 你说话可不能拉偏见 你们都是义务人 说话当然也不一样了 是不是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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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已经离职了 现在的身份跟你们一样 就是商会议员 嗨 我们过去拿的货都是假货 人一听说都是义务的货 都不要 我们连回笼资金都拿不回来嘛 这是 老董啊我跟你讲啊 你做人要讲良心的 你想想你们 在义务赚了这么多钱 现在一有危机了 你们一个一个都要跑掉 这不像话的呀 像壳 老董你这个话你是不能 老董 有问题的货 你们妥协我们的货款 没问题的货 你也妥协我们的货款 找那么多理由 是啊 这是 今天这门商户绝对都没有问题 一个负的货款 绝对不能再拖下去 在每一个四季海浪 都向往着路艇 我向往着你 天也重要 收获坦荡 预报向往那是吧 我向往大坚强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 河下大地上 看着我高高飞翔 我向往那坚强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 河下大地上 我靠近你的肩膀 我又平凡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 今天最香凉 天也重要 天也重要 收获坦荡 羽毛向往那翅膀 我向往那坚强 穿过所有忧伤 你站在前方 你站在前方 河下大地上 我靠近你的肩膀 河下大地上